直到培衍终身未娶 培养江慈儿子继承皇位 才知他超爱 如果说为招对江慈的爱是成就 那培衍对江慈的爱就是战友 他从小在母亲的威压之下长大 由于父亲早逝 他被迫早早成长起来 艰难撑起培家的门楣 母亲荣与蝶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不过他也足够聪明 当年裴侯离世后 裴氏基业被虎视眈眈的梁地盯上 荣与蝶为了保住培家 不惜将年幼的儿子送到皇宫当质子 小小的培衍受尽欺凌 好不容易熬到长大 有了自己的势力 却得知母亲有造反的心思 这却不是培衍想要的 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只希望能够守着心爱的人过幸福的小日子 可从小到大培养的一切都是母亲安排的 他无法脱离母亲的掌控 因为对他而言 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家 即使培家并不喜欢他们母子 荣与蝶的一生十分坎坷 年少遭到初恋抛弃 好不容易嫁给培侯 却年纪轻轻就丧夫 培衍知道母亲的苦楚 所以尽自己所能满足母亲的愿望 却没想到母亲的所作所为 还是被梁弟发现了 念及曾经的感情梁弟 还释放了他们一马 从此培衍就成了闲散侯爷 为昭丽氏之后 培衍知道江慈身怀有孕 于是始终照顾着他的母子 直到孩子一天天长大 早就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 培衍一生畏曲 就是在等江慈回心转意 谁知五年后 魏昭突然重返京城 以雷霆手段坐上了皇位 江慈被立为皇后 孩子被立为太子 这才知道培衍这么多年的教导 都是为了培养皇位继承人了 他其实早就知道魏昭不会死 以他对魏昭的了解 他一定待在哪里偷偷养精蓄锐 果不其然他真的胜利了 原以为崔亮是江慈的追求者 岂料他心有所属 却只是精神恋爱 直至培衍大婚 他才惊觉新娘是自己心爱之人 显然是悲剧结局 江慈下山后 遭培衍利用禁锢 受魏昭追杀 为崔亮全心为他 哄他陪他容他 陪衍为昭取笑他时 他借他气他们 本觉他俩甜 应有些情感 可最新剧情中 崔亮买盒包飞为江慈 是装纸蜻蜓用的 他在河边平完时 一只纸蜻蜓突飘至手中 上有两行小字直戳其心 他对写纸蜻蜓的女子清心 虽未见面 却决一买精致和包装他 他本正直温柔 见不得裴炎 总使无辜小姑娘江慈陷入危险 故而对他有保护爱护之心 不过这其中也存有一分利用之意 看似自由时非自由 崔亮厌恶裴炎作风 虽不愿为其幕聊 现在却无法脱身 见同样被困的江慈 他心生怜惜 对江慈好 既想给他温暖 也想让裴炎放松 对自己的监控以寻机离开 事实上 他心有所属飞眼前人 原著中 太子妃之媚董二小姐常偷去东市 遇崔亮 他爱其字语游记 他意愿讲与他 然二人从未言明真明 曾有一回 崔亮于寺庙中邂逅 董二小姐 二人一同采摘琵琶 董二小姐就此心生爱意 可他甚至自己终将为家族利益 与高门贵子联姻 崔亮不过平民 相恋无果 于是他自此必心不出 安座归秀 只留崔亮在东市黯然神伤 崔亮为小心翼之人乃董二小姐 闻培炎与董二小姐婚训 他欢喜庆祝 闹洞房时也去凑去 见新娘子面容后 他险些摔倒 自己心心念念 苦苦寻觅的一中人 竟在此时现身 然而他已成他人之妻 而这人正是那新娘 一心欲离培炎的崔亮 此刻离开之心欲发坚定 而被困培府的江子 被他是做妹子 且怀有位昭义父子 一年前 崔亮本有机会摆脱培炎 却被追回 只因江慈视其软肋 此次 他再度谋划出逃 并成功带上了江慈 五年后 漂泊归来的崔亮 回到江慈身边 决定与其共同抚养孩子 结局出人意料 在最初的三个男人中 江慈最终与对他 结好的崔亮相伴 余生虽无碍 却也自在幸福 流水迢迢热播以后 不少网友都觉得 江慈的师父乔燕 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他之所以一直会 尽心竭力地照顾江慈 一定会有原因的 而且像魏昭这么优秀的人 为何乔燕会阻止 江慈和魏昭在一起呢 乔燕身份不简单 再弄清楚乔燕为何 会阻止江慈和魏昭在一起的原因 先说一下乔燕的真实身份 随着剧情深入的发展 我们得知原来江慈 在强宝中就被乔燕抱养了 师徒二人一直过着 与世隔绝的生活 所以在乔燕的精心照顾一下 江慈也是格外的单纯 然而乔燕并不是一个 普通的女人 也不是随随便便 因为缘分简单收养的江慈 乔燕是设谜局之人 她真正的身份是燕双桥 是当初宫里的婢女 而她的姐姐是燕书婉 她们姐妹俩其实并不是普通的奴婢 而是为国的杀手 安插在齐王身边 随时准备刺杀齐王 然而事事难料 随着朝夕相处之后 乔燕的姐姐燕书婉 竟然忘了自己进宫的真正目的 反而是与齐王产生了情愫 两个人惺惺相惜 相爱以后 没想到又赶上了皇帝病重 朝中出现了内乱后 齐王却被软禁起来 为了救出心爱之人 妹妹乔燕只好携同姐姐 假装携持齐王逃到了岳洛城 齐王离其死亡后 整个岳洛城也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未招的父亲萧海天 被奸陈陷害后战死在沙场中 岳洛族沦为了奴隶 所有人的命运都卷入了漩涡之中 换句话来说 齐王的死就是岳洛族的灭顶之灾 那么齐王死后 燕氏姐妹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 姐姐生下了江慈后 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作为江慈的小姨 燕霜乔只能以姓埋名毒 自抚养江慈长大 在江慈心目中 早就把师父乔燕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对于江慈来说 师父就是自己的一切 所以说这也是为何 乔燕一直在精心设计谜局的原因 整部作品的最大的魅力 就是一直在层层地 将剧情中的每个细节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就像是迷宫 想要找到出口 就要揭开每一层 然后去发现更多竟然的秘密 不少观众也是 被剧中种种悬念所吸引出 有一种伤头烧脑的感觉 乔燕的身份是深沉复杂的 她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在她的眼中 她希望江慈能够无忧无虑 远离江湖中的恩恩怨怨 不希望江慈以身涉险 尤其是在充满阴谋和背叛的世界中 乔燕唯一能做的就是 鞠躬尽瘁的保护江慈 这也是为何她一直会隐瞒真相的原因 为何乔燕会阻止江慈与魏昭培演在一起 剧情里 我们看到魏昭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 一心魏月落族着想 虽然月落族人会不领情 有些云魅和自私 但魏昭却从不计较这些 一直都是有情有义之人 多次帮助月落族人 按理来说 像魏昭这样英俊潇洒有志青年 应该算是配得上江慈的 那么为什么作为江慈的师父乔燕 会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呢 在乔燕心目中 江慈可以跟一根任何人在一起 但唯独不能和魏昭 不能和裴燕在一起 因为当初齐王死的不明不白 而齐王的死 恰好是月落成陷入深渊的导火索 也是间接导致萧海天战死的原因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与魏昭站在对立面的 这也是为何乔燕反对江慈和魏昭在一起的真正原因 乔燕是江慈的软肋 把江慈弄到首饰臂就会抓到乔燕 抓到了乔燕才会洗清父亲的污蔑 所以魏昭才会处心竭力地把江慈带到月落成 只可惜江慈明白得太晚 如果说魏昭是和乔燕站在对立面的 他反对江慈和魏昭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裴燕也不能和江慈在一起呢 表面上看裴燕是温文尔雅之人 实际上是心机深沉的世家子弟 他对江慈的温柔 不过就是他精心设计的谜局 想把江慈牢牢束缚在自己的世界中 从一开始裴燕的伪装都被江慈的师父乔燕看在眼里 在乔燕心目中 他想让江慈远离朝堂 远离纷争 不希望他过上那种耳鱼无诈的日子 不想让梁帝知道江慈就是齐王的女儿 所以他才会反对江慈和裴燕在一起 对江慈来说 师父乔炼就是自己的情感寄托 他可以没有一切 唯独不能没有师父 然而在他和裴燕大婚之日 师父惨遭光明卫的追杀 最终惨死在江慈怀中 在那一刻江慈是悲痛欲绝的 谢谢大家